這個可以說是台灣男人共同的記憶 還記得媽當兵的時候這個執行官身上要背一個執行袋 看起來很神奇但是不太方便 因此現在走入歷史 國軍未來設計了一種七種顏色的官階備章要取而代之 這種執行備章在週天新聞裡獨家曝光 假如我是班長或是排長 我在示範像這樣子的訓練科目給阿兵哥看的時候 在以前執行袋因為不能拖地的禁忌 因此都必須把執行袋給收起來放好 不過未來在11月份之後 國防部將推出全新的像這樣執行的備章 來取代原本舊有的執行袋 執行備章國防部剛剛設計完成 也就是說班長不再是藍白紅 新兵日記裡的魔鬼孫牌也不必再背紅袋子了 那阿兵哥要怎麼辨別階級呢 那麼各單位在新的備章部分 是以黃底紅字按照編字來書寫 那備章上面呢會縫製單位的對徽來以知識別 國軍執行備章設計以各級單位為主題 後頭加注執行官字樣 簡單明瞭 備章上半部還可以繡上履級對徽 未來陸軍空軍除了高司單位以外的執行官都必須佩戴 而海軍則維持不變 以後的比如說像旅營聯大隊等層級呢 因為部隊呢經常有運動或操課的需要 所以說呢就以這個執行備章為主 實行了30多年的執行代制度 國軍考量官兵訓練的方便性 現在換成執行備章 不只阿兵哥們可能要開始收藏了 連最夯的軍教片裡 機車班長的裝備也得改一改了 終於請往書面六一橋 特別報道